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理事会,我是依依 说到香港的四大家族可以说现在是已经进入了第二代全面接班的时代了 郭德胜是四大富豪里面去世最早的 郭德胜的家族现在甚至是已经进入了第三代接班的局面 2016年郑玉彤也去世了 最后郑家纯也是正式接班 另外2018年李嘉诚退休,李泽聚接班 2019年李昭基退休,李嘉诚跟李嘉诚一起接班 那么谁才是四大家族最优秀的接班人呢 答案肯定是李泽聚 他毕竟是李嘉诚换了30多年的时间所培养出来的 而且他接班之前表现也一直非常的稳定 那么谁会是最失败的接班人呢 这肯定就是郑家纯了 郑玉彤是香港的珠宝大王跟地产大王 他的周大福是中国最大的珠宝企业 总计也是拥有数千家的门店 一年也高达利润数十亿 市值超过了千亿 郑玉彤有两个儿子跟三个女儿 郑家纯是郑玉彤的大儿子 这个郑玉彤自己虽然很厉害 但是两个儿子都培养的并无怎么样 郑家纯的弟弟郑家纯多年来一直并没有什么表现 唯一的新闻就是跟几个女明星的极端感情 郑玉彤也表示很是无奈 两个儿子能力都不凶 那么只能让相对好一点 而且还是长自己的郑家纯去接班了 不过让郑玉彤想不到的是 郑家纯不仅仅坑爹还坑自己的儿子 郑家纯曾经在80年代就提出接班 不过接班没有多久 他就亏掉了郑玉彤的钱一资产 后来郑玉彤又只能是紧急的付出 才彻底是稳定了新世界的明局面 2016年郑玉彤去世 郑家纯的儿子郑芷刚 早就成为了新世界时期的管理者 郑芷刚也以为自己稳坐了接班人的位置 其实从能力上来看 郑芷刚才是最接近郑玉彤的人 在他的表现上也是获得了外界的一致认可 不过没有想到的是 在郑玉彤的葬礼职上 郑家纯又突然的带回来了两个儿子 原来这两个儿子是郑家纯跟刘卵型的前女友 枉杰于在外面的私生子 这一波令人措手不及的操作 直接让香港媒体都炸开锅了 来了这么一个意外的插曲 郑芷刚也错失了前一家族 坑了父亲也坑了儿子 不过郑家纯自己的日子倒还是过得很舒服 郑玉彤跟李嘉诚不一样 李嘉诚35岁才是用结婚生子 而郑玉彤很早就跟周大福的创始人 周志源的女儿周翠英结婚 并且生下了郑家纯 郑玉彤自己的身体其实意志非常好 所以郑家纯一直当了非常多年的太子 不过郑家纯却是一个质大财数的豪蛮二代 这一点也有点像康熙王朝的太子 引人 80年代后期的时候 郑玉彤看到自己的生意已经稳定下来 于是就想到提前退松 郑玉彤把生意遭给了郑家纯 然后自己打算去环游世界 不过郑玉彤没有失负多久 郑家纯一上位就不停的收购 肩并公司的债务不断的提高 这个时候又碰上了金融危机 结果搞得新世界的亏损连连 差一点就要倒闭了 郑玉彤没有办法 只能是重新的接班 郑家纯再一次重新当会了太子 郑玉彤这一年来又是二十多年 直到2012年 郑玉彤突然中风 郑家纯才再次接班 不过郑家纯的这一次接班 事实上却是因为儿子郑志刚的功劳 郑志刚从大学毕业之后 就一直在新世界工作 而且表现得还非常的出色 她也成功创办了肯仰药商场 不到两年就实现了盈利 创造了一个奇迹 其实郑玉彤生病之后 就让郑家纯接班 就是为了让郑志刚也会接班的 郑志刚也一直非常的努力 为了家族赚了不少钱 2016年 郑玉彤在香港去世 郑家纯正式接班 不过随后也就发生了四生子的事件 这样一来还是两个 这么多年 郑家纯自己的生活也倒还是舒服 郑家纯的妻子是从来都不会管郑家纯的事情 她的底线就是郑家纯做什么都可以 只要不影响她大太太的位置就可以了 多年来她跟郑家纯也都是各玩各的 父亲能干 儿子也能干 郑家纯才是人生的人生赢家 到了70年代 因为珠宝行业周大福已经趋于稳定 因此郑玉彤也正式的将自己全身心的 投入到了房地产这个行业里面 1970年 郑玉彤与何善恒过得盛公腾 组建了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 全面进军房地产 不久之后 新世界就拿下了奸侠族海旁蓝的盐囱地体 1972年 迎接香港牛市 新世界也成功的登陆港股 自那以后 郑玉彤在房地产行业也是节节开花 1984年 郑玉彤更是与香港贸易发展局达成了协议 以18亿元拿下了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的项目 1986年 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项目破土开建 当时正逢是英国女王出访香港 还出现在了动工仪式上 也就是因此 郑玉彤的这个项目也被推送了全世界 所以除了珠宝大王的称号之外 郑玉彤也获得了地产大亨的称号 也是因为在珠宝和房地产方面的建树 郑玉彤与李嘉诚 李兆基 郭炳香四个人 被共同称作为香港四大家族 在香港的四大家族之中 郑玉彤也是第一个退休的 早在1973年 郑玉彤就把长子郑家诚带进了形式在发展 成为了执行董事 也是因此郑家诚成为了当时香港上市公司之中 最为年轻的执行董事长之一 从1989年 郑玉彤将集团彻底交给了儿子郑家诚 按照郑玉彤的话来说 应该是早点把权利交给下一代人 即使他们吃了差错 自己也还可以出山挽回局面 若自己不在了再交出权利 那么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问题就大了 虽然郑家诚在经商职上不及父亲 也算是及格吧 但接任了之后的郑玉彤只为郑家诚 便开始将目光放在了大陆 从1980年投资广东中国饭店开始 此后几十年 郑家诚在大陆的投资已经超过了20多个省市 1999年 郑家诚成立了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 并与同年7月香港上市 随后更是砸块了在大陆的投资 到了2008年 新世界地产中国有限公司资产总价值 约在517.3亿港元 在21个经济高增长城市 拥有37个物业项目及6家酒店 成为中国最大型的房地产发展商和著名品牌之一 五代和李嘉诚其实是一样的 从2015年之后的郑玉彤家族也开始疯狂的抛售内地资产 将旗下的三家上市公司 新世界发展新世界中国及周大福旗下持有的9个项目 以339亿的价格抛售给了恒大地产 2016年 新世界发展也以210亿港元的价格 完成了新世界中国的私有化 从港交所退市 而在不久之后的9月29日 郑玉彤也迎并驱逝 小年91岁 两阵以李嘉诚的人均到场位及福龄 可以看郑玉彤的这一生 也可以说是完美的演绎了 从学徒蜕变成千亿富翁的传奇故事 生前被问及致富之道时 郑玉彤也用了23个字总结 首先用种诺言 做事勤奋 处事谨慎 迎谁资源 不见利妄议 我认为幸运可能是光临你一两次 但他不可能终身都去陪伴你 其实人的这一生 情字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就是成字 只要有了这两点 你的事业上就基本奠定了 郑玉彤说的话 其实也是有一点普适迷离了